贵族看着烧成灰烬的画像 嘴角露了一丝邪恶的微笑 相信国王的计划也会像话 在他们的万般阻挠下破产 卡塞尔为了架空国王权力 伙同孟固尔组建强盗队伍 专门抢劫路过凡尔赛的车 这天他们向往长饮于树后 想要顾忌重施下退贵族 结果孟固尔的声音被拾出 贵妇人心知口快的一句话 就给全家人带来灭顶之灾 唯有国王的教女逃了出去 小女孩拼尽全力逃往森林 可惜还是敌不过枪的速度 恨毒的男人为了永绝后患 甚至上前查看女孩的气息 然而草地上只留下一滩血 丝毫看不见小女孩的踪迹 因担心被巡逻的侍卫发现 孟固尔没有继续寻找女孩 国王得知他的客人被害后 气得忘了额头躺起的伤口 恨恨地要袭击者付出代价 路易来到停尸房了解进度 发现一家屋口少了个女孩 立即命令法彼安寻找下落 男人临危受命来到案发地 并根据探案经验还原现场 只见他缓缓举手望向前方 消失的女孩出现在他眼前 缓缓倒在了不远处的草地 他像孟固尔一样来到那里 也只看到一滩凝固的血迹 不过法彼安没有选择放弃 伸手感受了血迹的状态后 又抬头环视了周围的环境 尖锐的乌鸦叫声引起解决 循着声音的方向找过去后 果然发现了小女孩的踪迹 一项以狠力著称的法彼安 看见女孩的一刻也落泪了 她们来得太迟了无力回天 教女的死灵路易十分生气 笔下动作也变得暴躁起来 所有人都知道 如果卡塞尔不佩服了 场面将会变得很难看 可怜的法彼安 成了国王的出气筒 只好更加勤恳地找凶手 但她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真凶必定是不配合的贵族 理由是帕尔特奈夫人的伤口 是坐在高头大马上射杀的结果 追捕的范围瞬间缩小了许多 并且为了更好的破案找真凶 她没有公布夏洛特的死讯 等待凶手主动露出马脚 卡塞尔得知孟德尔杀死贵族后 果真被这个蠢活气的直跳脚 恨不得让她原地消失不见 这段时间对路易来说 唯一的好消息就是王帝 她在战场上勇猛无比 战胜的消息连连飞回凡尔赛 权威公报也报道了她的事迹 但她家中的情郎洛林骑士却作妖了 不仅在她的正妻面前耀武扬威 还污蔑王妃的侍女托东西 擅自将她打发逐离出宫后 又将婊子女安插在王妃身边 深知丈夫心思的女人没有计较 愿由洛林向疯婆子似的折腾 然而哈布斯堡家族却带来了 有人高价悬赏王帝性命的消息 路易十四知道这件事后 忍不住看向了对面的画像 愧疚与不安占据了上风 他要御驾亲征救下王帝 同时还带上了他的妻子 马车上的触碰令氛围变得尴尬 他仿佛忘了两人平日里的温存 义正言辞地说黑暗不断地逼近 每个人的生命里不仅仅有爱情 此时的王帝正在营地挥持方球 自信地表示这绝对是最后一战 然而国王路易却突然来拖后腿 王帝闻此噩耗当然不愿意干 兄弟两个又发生了剧烈的争执 菲利普说出了自小兽的委屈 每次俩人犯错都是自己受罚 但每次的光辉荣耀却是哥哥 最后王帝还是没有听从劝诺 愤然地别上妻子的羽毛装饰 威武地坐在马背上上阵杀敌 前一刻还爱美照镜子的男人 下一刻便化身为真正的勇士 跑在最前头砍杀无数的敌人 为赢得战争的胜利奠定基础 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后 路易十四在本国的营地中 敌方代表和他签了战败书 然而士兵们的掌声确定了 那个一直被忽视的菲利普 所有人都为他的勇敢喝彩 爱美的王帝也证明了自己 反乘回反尔赛的路上 兄弟又开始互相指责 渐渐停下前进的马车 使得俩人忘记了争执 关到又有人被抢劫了 看着遍地的尸体马车 大家都露出民众神奇 王帝的话才刚刚落下 大家就不由自主靠近 这个身受重伤的男人 是破案的唯一突破口 路易十四也发出指令 将他带回去全力救治 法国唯一的女外科医生 拿皮带勒紧了病患的腿 接着用大锯子开始手术 全程没有麻醉药和消毒 硬生生给病人做了截肢 剧烈地痛让他清醒过来 拼命咬着毛巾不敢说话 喷射而出的血渗透地板 发出了滋滋作响的声音 在女医生的悉心照料下 几天之后男人果真醒了 一直后在左右的法比安 迎来了绝地反杀的时刻 经过他严刑拷打的逼问 男人终于用颤抖的声音 交代了强盗的幕后主使 就是固执的卡塞尔公爵 为了彻底消除他的威胁 路易特意为王帝的回归 举办了一场鸿门宴庆典 有人担心他会孤立无援 如果公爵坚持不来的话 那么北方的其他贵族呢 作为簇拥者肯定也不来 路易却无比肯定地表示 卡塞尔公爵会来赴约的 因为他早就做好了安排 这是王后给路易的灵感 想明白他话里的声音后 路易找了爱慕他的夫人 请求他搭上过去的情分 帮他说服公爵参加宴会 王夫人因为年少的遭遇 对卡塞尔充满了抗拒的情绪 但他更无法拒绝路易的恳求 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他的国王 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他必须带上年轻貌美的索菲 当事人索菲正和妈妈在吵架 他才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他和妈妈根本就不是珍贵人 他的父亲甚至是一名新教徒 母亲潜伏宫中也有别的目的 伤心的索菲走在上班的路上 就被不对付的蒙夫人截虎了 无法拒绝的女孩坐上了马车 和蒙夫人到了卡塞尔的家里 而和恋人久别重逢的菲利普 立即扑到洛林骑士的身上 还送上了从战场得来的战利品 但洛林也是不爱看书的浪荡子 随手就把书扔给了一旁的王妃 就火急火燎地和王帝进房间了 独守空房的王妃独自看了起来 这时国王路易刚好来慰问蒂西 并转达了索菲被他借走的事情 在俩人你言我一语的对话中 亨利看见了他手上拿着的古书 知道是王帝从前线带回来的后 也毫不客气地抢手上看了起来 在翻阅的过程中男人突然发现 书上那些奇怪的涂鸦非常眼熟 立即警惕地询问了书籍的来源 得知是从尼德兰教堂拿的之后 他立即召集了邦当法比安等人 认真比对他是否与密码性一致 成功破译了间谍们的传信代码 也知道了刺杀计划的幕后主使 此人无疑是奥兰志的威廉三世 另外一边的蒙夫人也不如使命 看着男人对索菲色迷迷的眼神 立即示意女孩对他使用美人剂 并称诺索菲会全程陪着他赴宴 心满意足的男人果真放松警惕 松口答应前往凡尔赛参加宴会 当他挽着女孩的手抵达王宫后 蒙夫人立即翻脸把女孩带走了 骑虎南下的公爵只好拜见国王 但路易已经知道他背后的作为 伸出来的手故意放得很低很低 使得卡塞尔不得不弯腰纹手 傲娇的公爵没有把握新的机会 倔强不留情面的态度惹怒路易 待他连夜骑马赶回他的城堡后 发现这里已经成了一片废墟 他的追随者也同样被处理 但路易十四人没打算放过他 陪同他回来的侍卫立即发纳 要求卡塞尔提供贵族的证明 否则就会受到来自王的惩罚 失去所有的男人哪里拿得出 即使躲起来的孟过尔逃不易捷 而隐匿在法尔赛的间谍们 也知晓了密码被破译的消息 刚平静了一会儿的法尔赛宫 又开始变得热闹起来 国王路易十四也将迎来 属于他挑战与磨难 边刘洛宫 凌桑